那在講這個之前的話,剛剛有提過就是說 如果各位的需求 是這樣,就是說呢 我希望 當我 這個 Excel執行的時候呢,就自動跳出這個畫面 就跳出來了 那這個第一個先講一下,那等一下再來講那個怎麼存 如果說我今天呢,要當 我這個 這個叫workbook 點兩下 當我workbook呢,如果說呢 當我怎麼樣呢 open 的時候,所以你點兩下這個workbook 之後的話 各位可以看到 一樣會跳出什麼呢 一個事件 這個事件預設是一個open 當我打開的時候 就是這個工作部打開的時候 那我要把什麼呢 這一個 秀出來 那就點秀就好了 這個 把這個再delete掉 點兩下 一般有沒有 點這邊一下 第一步 第二步自動會跳open 那當然還有別的 那我們在open裡面呢 你打上那個 表單的名稱 叫做home 點 show就可以了 OK,那你把它按空白鍵 後面 有那個 show的模式 不是啦 不過一般就空下來就可以 然後把它save之後的話呢 關閉 我們來試試看好了 這個地方 關閉之後呢 我再把 這個問題 11 打開來 你會發現呢 當這個workbook 一打開 自動呢 會把游標 把這個表單打開 並且把游標停在這裡 可以讓你做 輸入 好 輸入 接下來的話 我們等一下來看 就是說 增加一個按鈕 當我按一下 記錄的話 它會幫我把資料寫在這裡 一次 兩次 三次 一直寫下去 OK,那這部分怎麼做 畫面先畫給各位一下試試看 好